我们档案已经销毁了 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算我现在说什么 你还能信吗 就看你是不是如实交代了 我们会核实的 我叫冯路德 陆军上尉 国民党陆军新编较了团团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不知道 就说到重庆前复 从香港 广州 贵阳 最后到重庆 是每到一站 才会接到下一步的命 到了重庆之后 才会知道最终的任务 你们怎么跟烙印联络 我们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待着电台 他暂时是我们的组长 我们其他四个人 不知道怎么样 除了这个待电台的 你们四个人的分工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分工 我是教导团修宪所的 懂得过军械 身上包裹 你们这个带头的人 是不是就是 那个少校参谋陈其中 不知道 别说他以前的名字 军贤 就连现在的假身份 我们都不互相过问 好 冯龙哥 如果经我们核实 你交代的一切都属实的话 这就说明你有立功的表现 下去好好想一想 如果还有什么情况 可以单独来找我 长官 走到这份上了 我愿意配合 这人够狡猾的 连上多余的纸片案都不留下 你那没什么情况 乱出什么来了 这五个人啊 谁都不知道谁 老鹰真是用心良苦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该怎么做 我想用明码 给老鹰发个报 明码 如果他们之间约定用暗语 或者用密码的话 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我想他们在路上 不可能用密码 如果他们真有密码的话 起码应该有一个 易电本吧 老鹰这次计划得很周详 不可能事先把密码 就告诉陈吉忠他们 要等他们五个人 全部到达重庆以后 再请密码的地方 我终结了 怎么样 一点情况也没有 是不是频率有问题 有这个可能 我们得到的内线情报 不应该有误 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尝试 都是在冒险 但只有冒险 我们才有机会成功 报报吧 用国际的标准码发出去 是 爸 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啊 爸 你真觉得傅德芳是封王 你怎么看的 傅德芳他不会是封王的 他就是为了报仇 真正的封王不会这么做的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爸 我不会比儿子做得差 长官 五人小组来信了 快点 回店 四天后重庆会合 是 接台北国防部值班室 报告 进来 行 行 行 司令 关于共产党封王的汇报材料 已经拟好 您过目 一定要突出重点 是汪澜主动出击 追击封王 封王特异压力 服毒自杀 这是重点 别提这个张副官了 他已经死了 明白 这件事上 就说出口 伍德方 是不是封王部 重要 重要的是 傅德方真的弄了个炸弹 炸死了国防部的上校参谋 老鹰肯定会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的 那把材料包上去 材料这么一包上去 傅德芳还真就成了封王了 傅德芳这事做的 连累了我们基地 他们主要是对我来的 只要不被他们抓住把柄 就有翻盘的机会 老鹰不是要汪澜吗 您的意思 让他去 沙平大华下路四号的青棉书店 我谁去管 不许说话 你就算是不许说话 苹多富是 苹多富有 青棉利也不许说了 往下 还是不许说了 要好 首长 这五人行动小组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了 不过您看到的是 他们的假姓名 假身份 其中有一个叫陈平的 他原是国民党 一五九十的少校三某 叫陈其中 他很有可能 是这五个人当中的 临时组长 还有一个叫好大和的 本名冯露德 他原是国民党陆军学校 新编教组团的机解师 擅长爆破 此人有立功表现 其他几人还正在核实住 好 这第一步 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所长 我想我们既然已经 控制住这五个人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五个人 来代替他们 从而取得老鹰计划 计划不错 但是有困难 首先 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掌握 敌人的真实目的 他们的电台联络 密码是什么 到重庆之后 他们的真实任务是什么 据我们搜查 这五个人 没有一个人带密码本的 我想老鹰的计划 应该是这样的 让这个五人到重庆之后 先潜伏下来 然后再启用新的密码 我想这个密码本不可能在保密局的潜伏特务手中 一定另有其人 接着说 在他们处罚前 老鹰肯定跟他们其中一人交代过 重庆有一个联络点 看来 我们得再审一下这五个人 首长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老鹰规定 他们要用四天的时间 从贵州到重庆 我们在这路上已经花了两天多的时间 剩下不足四十八小时了 如果 没按时跟老鹰取得联络 老鹰肯定会怀疑的 好 现在时间紧托 我们全力以赴审查这五个人 首长 我建议为了保密起见 就在洪团长这儿 审查这五个人吧 还有 抓捕行动 不能外传 对了 马友怡还在隔离中吗 在没有搞清楚情况之前 也许隔离是最好的方法 从现在开始 我们执行返钱计划 核心机密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这个计划的代号叫泰山 具体行动由我指挥 对 今天俩 你负责具体执行 红神万明 你们配合 是 你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我现在连我自己是干什么的 我都不清楚 不过从进入大陆到现在 我可没犯什么罪吧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说得没错 趁你现在还没犯罪的时候 坦白从幻 争取宽大 这是你唯一的处理 你们这些人虽然 已经到了重庆 但是落到了这种地步 你们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了 没必要再完抗下去了 我们的计划是每走一步 确认安全以后 才会得到下一步计划的指令 我们真正的计划还没有开始 所以根本谈不上失败了 其实你们到这儿来 有什么目的我们都很清楚 你们的鹰长官是天下一号 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 他派你们到这儿来 为了你就闪完水啊 还有 在你们出发前 肯定有约定 在重庆有一个联络点 对吧 我们没有任何约定 所有的行动都要等电报指示 这联络点这么机密的地方 老鹰用密码电报通知你 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 电台的频率 你们要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 发电报问他呀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 我全都说了 你们可以杀了我 我们是叫你郝大和 还是叫你陆友德呀 冯露德已经是个死人了 还是叫我郝大和吧 你别这么说 你毕竟还是有 恢复名义的机会 你有立功表现 你们出来前 老鹰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重庆有联络点 没有 舅首长走到香港 走广州 之后分两路到贵阳 最后到重庆 我们每走一步 都会有电报指示 那个掌握电报的时候 应该知道的比我们多 其他的 我们就都不知道了 你看看 这个人 是不是领头了 对 就是他 他就是我们的组织 对 他就是元1590赵孝三某 叫陈其中 现在华名叫陈平 长官 关于他 我有情况回报 说 来到路上 他突然问我们 有没有人去过 沙瓶坝 画下路四号的青年书店 什么意思 我的公开身份 就是那家书店的股东 这话应该是我问才对 看来他知道这家书店 如果 陈其中 再问你这句话 你就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 有什么特殊情况 你就跟警卫喊 说你卫兵犯了 要吃止痛药 这样卫兵就会把你带出来 跟我单独见面 好的长官 我想立功 我一定配合你们 郝大和交代的这个情况 我想很重要 我想一个人 去青年书店看看 这个书店一定有文章 是 说说你的看法 我想这就是他们的街头地点 这很有可能 就是国防部 为他们的特务 设立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郝大和还没有去过这个书店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秘密 我想顶递他 到那儿去摸摸地 您好 您好先生 您想看看什么书 你们经理在吗 真不巧 我们经理不在 您是 那等他回来告诉他 郝大和找过他 您叫什么 郝大和 这个书店的古东 好 我记下了 好 走了 好嘞 先生慢走 进来 怎么回事 您院内人上午来了 他来了 但是他一个人来的 和院内的人入不对 我就让他走了 你做得对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出任何查阻 有人吗 有人吗 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的 我想起来的 上午有个通知说是要消防检查 你去安排一下 如果有人问就是我们在 明白 报告 进来 进来 收拾 查过青年书店了 说 这是一家开了八年的书店 前身是一个社会贤 拿开的书局 搞过出版遗传 也出版过一些进步的书籍 但后来被国民党查封过 此后青年书店的股东 变化很大 现在股东名单上有二十三个人 这些人 别说附近的居民 就连商店和铺户的人 都没有见过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查起来很是困难 那个郝大和呢 这个名字倒是真有 从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份 入股了青年书店 是青年书店的股东 但是 没有人见过他 书店的经理跟伙计查过了吗 都查过了 伙计叫方匹生 二十四岁 人们都叫他小方子 经理叫刘亦诚 四十岁 解放前做过教育员 还在国民党的教育机构 当过小职员 从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份 入股了青年书店 也就是一个小股东 还有些股东在战乱期间 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刘亦诚 不得已 才走到了前台 做了这个经理 以现在的调查来看 这个人的身份和履历 看不出问题 金天亮 你说说 经理是四九年三月份柔的股 对 好歹何时二月份 我想 这不是偶然 所长 天下一号这个计划 是国防部跟保密局 共同执行的计划 重庆站安排了自己的特务 国防部 不可能袖手旁观 我想这个书店很有可能 就是国防部的一个情报站 现在变成了潜伏特务的联络点 这个青年书店的名单上 是二十三个股东 对 现在 郝大和刘亦辰 只是两个人 还有二十一个潜伏的特务 没有挖出来 顺着这个思路啊 挖一挖 好 这样 这个书店先不要动他 我们争取要把敌人一王大进 首长 我们可以先利用郝大和 去接近这些人 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你看 今天你去了 是吧 他们没打这个茬 那就是说 这当中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被他们发现 怀疑了 这样 田亮 明天啊 你正常地去军馆会上班 然后呢 想办法 跟保密局的特务联系上 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 了解一些青年书店的情况 姚师傅早 早 早 李柯 李柯 来来来 有点事 有什么事啊 那个 其实啊 欧权这孩子挺好的 跟你也挺般配的 你就别费心了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有人了 你看你 咋不早说呢 谁呀 我现在不告诉你们 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好 好 要是这样的话 我还得早点告诉欧权 就别等你了 好几天都没见到秦科长了 又出差了吧 这是秘密 我也不清楚 我上班去了 你帮我帮忙 我去找吧 我去找我寻找 你去找我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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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心情 好好睡觉 再见 啥呀 天亮 结婚报告我写好了 你看看行不行 结婚 你跟谁结婚啊 你傻呀你 当然是跟你了 我说过 我要保护你 下过你位子 丽霏 你是个好姑娘 但 但是我不能 怎么了 你不是说过你工作回来之后就可以了吗 天亮 是不是哪儿做得不好 你给我做我改 不不 有些事情现在没法跟你说清楚 有什么说不行的呀 不就是你忘不了良心和孩子吗 天亮 我不介意的 真的 我们结婚了以后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我会给你个完整的家 会好好照顾你 关心你 让你忘了以前的伤痛呢 李儿 李儿 时间不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啊 啊 为什么啊 是我不配你吗 赶紧回去 一人一个处分 还要戴罪立功 还算公道吧 我还以为 会给我们停职免职呢 你知道什么叫戴罪立功吗 司令民事 五月一号 共军攻占了海南岛 那我们这个岛 在什么地理位置上 您的意思 这里要成为战场啊 他们是让我们在这儿 给他住一道屏障 他们当缩头乌龟 让我们给他当炮龟 司令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 通知重庆一号 密切注释老鹰派去的五人小组 一有行动 立即向我报告 是 一号 又怎么了 基地来电了 又有一个五人的小组 直接到咱们重庆了 就被天下一号 那好事啊 让他们接差弄不就完了吗 跟咱们也没关系了 他跟我们不是一伙的 不过他们成功了 功劳是他们的 我们还怎么回去啊 有道理 那您的意思是 不知我们的眼线 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 那就是静观其变呗 一有事就这样了 你说你怂不怂 一号可是把任务交给了咱们俩 这找人的事啊 你才好 依你为主 我给你打打下手 你放屁 老子可是跟那边挂了号的人 现在警察可是满的街的逮我呢 我到那边就是一死 你知道吗 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咱们 我过去可一直都是执行命令 这出主意的事我可没干 我倒是有个主意 我出脑袋你出腿 那你说说看 这事得找秦天亮 不能让这小子闲着 咱们在暗处他在明处 这事他办下来比咱们都容易 你 这小子可好久都没露面了 万一这小子变质了 那咱们可太危险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主意我出了 究竟怎么执行 那是你朱队长的事了 想自由 想看他的生命令 那么多年 都在那里都没有死了 他在家也无法转了 马又怡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详细地写了材料组织上正在核实 我相信组织的决定 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你的任务是首长亲自负责的 我就不打听了 去忙去吧 是 喂 喂 较哥 找你可真难哪 你找我什么事 老家出事 想请你出个主意子 半个小时以后 有林路见 召唤 可以 我看你 我看你 来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一号让你查一下 五个从香港来的人 从香港来的人 查他们干什么呀 这是国防部派来的 要执行天下一号 一号说了 不能让那帮人 把功劳都抢去 知道了 知道了 沙平坝 华夏路四号 一号说了 有个青年书店 你知道不知道 青年书店 那书店 跟那五个人有啥关系 那小废话 你知道不知道吧 不知道 怎么了 你让一号 去摸摸这个书店的底 如果这个书店 是咱们的底 我也好做安排 好 我明白 秦阁长 看来你还真是 跟我们一条心啊 废话少说 抓紧办事吧 跟踪我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我自己 我说过我要保护你 我命令你 没有我的指示 以后 不许这么做 我心征服不了 秦阳亮 你 负责方的尸体 是怎么处理的 总务处 占主任负责处理 这些事你就不要操心了 你的表现 得到上风首肯 通报表彰一次 我和郑同受处分 是司令和郑主任 替我担了责任 好了 这些都不说了 国防部马上要下令 你到天下一号行动小组工作 司令 您真让我走啊 王岚啊 不管你走到哪儿 你都是我带出来的人 明白 自从进了保密局 司令对我恩仲如山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许办 一号 秦天亮让咱们调查青田书店 他说那可能是潜伏的一个点 他怎么知道的 那他没说 他让我问你是不是咱们的 他好有准备 青年书店我不找啊 是不是国防部的 我也不清楚 我看这样吧 你跟江水柔说一下 让他去谋下敌 我向基地汇报一下 好 去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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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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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要买什么书啊 就是随便看看 保密局的人来了 保密局的人来了 你确定 应该是保密局 重庆站的江水州 我之前见过他 不过你放心 他不认识我 他来干什么 咱们这个凉落站 保密局的人 应该不知道啊 是不是保密局听到了什么风声 马上给英组长发个电报 是 汪组长 我们天下一号小组 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的副官张领山被福德方暗杀了 你呢 就做代理一段时间的副官 兼情报联络官 天下一号可是绝密 长官 你让我知道这么多 就不怕泄密吗 都是为党国效忠 有什么密可泄 我还是很担心 万一泄露任何情报 把我也当成共产党了 那可怎么办 这怎么可能呢 顾司令那么信任你 如果你要是共产党 那顾司令不就是共产党头子吗 开玩笑 汪组长 我就带你参观一下 我们天下一号小组 请 是 走吧 大家欢迎汪岚组长 从现在开始 监听组正式改为电报组 业务和技术上的问题 由汪岚组长负责 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有一点 希望立刻停止对基地的监听 毕竟监听不是我们的工作 大家没有听清楚吗 从现在开始 全面停止监听工作 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给我集中在情报上 下面有什么情况 向汪岚组长汇报一下 长官 四号联络站来电 说有一个叫江水州的人出现 请求核实 江水州 是 保密局原重庆站中校主任 潜伏人员之一 你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汪组长 这儿交给你了 谁是这儿负责人啊 给我一份你们的花名册 另外 所有的电报员艺电源 给我写一份你们自己的简历 今天就要交给我 组长 以前是由张景山先生负责的 他训过后由黄凌云先生负责 黄凌云是谁 就是刚才跟长官出去的那位 他回来就会和你交接 好 说说详细的情况 四号联络站说 此前郝大和单独出现过 但和之前约好的人数不符 四号没敢确认 再后来那个江水州就出现了 好大和和重庆站的人 八杆子打不着 他的人去那儿干什么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长官 四号联络站正在等待指示 如何回复 告诉他们 暂不要动 等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是 长官 另外监听真的停止吗 继续监听 只不过瞒着他 明白了 长官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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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青年书店我去过了 情况怎么样 没 没发现什么 不过当时有一个小伙计 在那儿当班呢 上级让我们找的那五个人 我看咱们也没必要 到处去找他们 盯准这个联络站就行了 没问题 一号 我觉得这个秦天亮 跟咱们可不一心哪 发生了这么多事 这小子没一次主动联系咱们的 以后跟他打交道 多个心眼 他说的话 多个问号 他跟我来不一样 好 哼 秦天亮 你跟朱铁说的事 我去查了一下 什么也没发现 以前你对这个书店 就一点印象没有啊 那个小伙计看起来好像很眼熟 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 一号怎么封了 一号就说 那个书店好像不是这么保密局的点 以后那书店已经不要去了 省着爱人家国防部的事 秦天亮 你的话我到底是信的还是不信的 随便 是 长官 你找我 这儿一份文件发出去 通知四号情报站 街头时间顺延十二小时 如果街头人还没有出现 通知他们 不要跟任何人接头 是 长官 可这份文件按程序要汪澜遣字 以后有关天下一号的文件 都不用警察签字 由你亲自处理 发后全部销毁 记着 文件要记在这儿 咽到肚子里 是 明白了长官 动作干净利落 好 手包也要抬起来 这是要发报去哪儿啊 我们的电门不存在 王组长 这个小组和你们基地不一样 听长官交代了 所有文件不算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